玩百家樂有三大禁忌 一忌就是四處蜻蜓點水打游擊 在賭場裏面 找一張條路好的賭桌 然後坐定定慢慢玩 這個本身是沒問題的 但是我們經常在娛樂場 會看到有一些百家樂的玩家 喜歡游走在各張賭桌之間 看到哪張賭桌開出的路口 就跟著落一局 輸贏都走 有時候甚至同時在左右兩張桌都落著 這個是玩百家樂的一大禁忌 因為他不是坐定定的玩家 很多時候 當他見到好路就琴琴落著 分分鐘跳路滑邊做邊 當他落著的時候就變路 當他輸了剛剛走開 跳路又馬上回復正常 往往就是這樣 陰差揚錯 撞大板 避棄籠 二忌就玩下半場 八家樂一般就是八虎啤牌 大約就是第30手牌作為上下半場的分計線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 八家樂倒桌上半場 精彩的機會是大過下半場 無論上半場有多純 多精彩熱烈 往往到了下半場 什麼路都好難玩 爆路斷路的情況 往往就是在下半場出現 很多倒桌都是這樣 上半場人氣鼎盛 要爆路之後的下半場 人群鳥散 水靜河飛 因此 亦就有了很多玩家 幾乎有過的經歷 就是 開頭的時候 都贏了不少 後來就全部都輸了 為什麼 其實很多玩家 都是誤入了下半場的結局 所以我們要玩 就要玩上半場 到了分界線 就去換胎 三技就是不分配好鑄馬 巢馬 即是彈藥 不分配好鑄馬 就是打沒有計劃的仗 沒有計劃的頭鑄 就等於胡亂放炮 有信心那鋪 就可能落了細鑄 沒有信心那鋪 又反過來落了大鑄重鑄 一旦遇到疫境 甚至會孤鑄一擲 心態就肯定變壞 那就惡性循環 非死則傷 以上是玩伯家樂的三大禁忌